好 说到秦岚和陆川呢 分手已经有一段时间 两人各自这个之后的生活 也都挺不错的哈 陆川呢在筹拍新电影 那么秦岚呢也是时常 出现在镜头面前 是的 这几天呢 我们娱乐新天地的记者 又见到了秦岚 对于过往的那一段恋情呢 她似乎已经看得很开了 刚才你说想要一份纯粹的感情 意思是说你跟陆川的分手 原因是不是感情都纯粹了吗 陆川跟秦岚相似于电影 男精男精 一个是幕后导演 一个是幕前演员 原本这种情侣模式 一向是被认为 娱乐圈里最靠谱的 然而最终还是以分手收场 分手的原因有很多版本 但无论是第三者介入说 还是性格不合说 对于秦岚来说 一切都已经放下 虽说因为电影发生的一段情 已经过去 但是因为电影得到的 那个闺蜜姚迪 还在秦岚的身边 因为众所周知的周一件事件 姚迪对媒体是避而不见 作为闺蜜 秦岚第一时间送上安慰 她的状态还可以 人瘦了很多 感情的事情 我们也不想过多地去问 但是希望大家都好吧 在对的时间 遇上对的人 要机会也讲缘分 也希望这对感情受挫的好闺蜜 能够重新出发 找到神秘片子 一对新天地上海藏本